詞曲 李宗盛 D100通過互聯網進行環球視像 和話音廣播的電台 D100跟其他網上廣播電台有些不同 我們的運作是247 就是一個跟主流傳媒 或通過大氣電波廣播的電台 那個節目的安排 其實是大同小異 完全沒有分別 D100因為使用互聯網 無縁忽屆 將全世界的華人連結在一起 D100除了是話音廣播和視像廣播之外 我們會通過互聯網的社交媒體 包括網頁、Facebook、WhatsApp 將所有聽眾連繫在一起 跟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在節目廣播進行中 大家有互動的關係 D100現在已經成為 我們要環球大約50萬聽眾 生活的一部分 在社交媒體方面 D100在Facebook的Interactive 現在已經是全世界 互聯網電台排名第一 這件事是有賴我們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的努力 傳統媒體很多人都說會被淘汰 但我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傳統媒體仍有生存空間 但問題已經不是主導性的媒體了 傳統媒體和互聯網 所謂非主流媒體要結合在一起 互相配合和各自發展 例如將來的發展 例如風波女茶杯 在全世界各地發生任何新聞 大家關注 只要聽眾通過我們應用程式的apps 就可以立即傳送給我們 我們可以立即擺上互聯網 放上我們的視像 Livestream 和放上我們的Facebook 和所有的聽眾一起去分享 我相信D100是全世界 目前來講全世界唯一的電台 通過Delta Path的系統 我們可以隨時即時 和世界各地的聽眾 通過視像互動 通過視像互動 我想這是一個首創的 也是創了先河 我們的直播室 D100的廣播中心裏面的直播室 全部都安裝了Delta Path的視像系統 所以可以通過Livestream 向全世界廣播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的觀眾 或者聽眾 通過我們的話音 和影像的電話 直接到直播室裏面 同時我們可以在全世界不同地方 可以很多聽眾 在五大洲裏面 一起通過的系統 一起通話都可以 我們過去亦都做了很多大型的OB 就是戶外廣播 例如在公子會 七一遊行、一一遊行 政府總部的集會 我們都用我們的視像系統 通過互聯網 作出實地的廣播 目前我們的系統 可以這樣說 就是第一 那個Course 是減低了 人手減低了 還有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器材 我們可以做到過去需要 一些大型器材 才可以做到實地廣播的功能 我們D100的Apps 就包括羅萬有 當然最重要的是聽廣播 聽我們的節目 但又可以同時看到我們的視像廣播 亦都可以通過我們這個Apps 即這個應用程式 可以通過視像或者話音 直接到直播室裏面 或者跟全世界不同角落的其他聽眾互動 我們這個Apps 亦都可以直接進入我們的Facebook 甚至乎跟我們有聯繫 都可以做到 亦都可以做到 亦都有我們的節目表 有我們節目的介紹 巴羅萬有可以這樣說 我們通過我們的Apps 不論是話音也好 視像也好 那個電話 我們也有來電顯示 所以我們可以打給各位聽眾 就替代了個固網電話的功能 而在海外的聽眾 亦都不需要付出高昂的長途電話費 其實因為我們不是通過大器電波廣播 所以是有一些限制的 就是說所有聽眾 一定可以上網 家裏有Wi-Fi 但是對一些沒有Wi-Fi 不上網的聽眾 是不方便的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部固網電話 收音機 其實概念很簡單 是來自以前的所謂黎兆呼聲 有線電台 我們很高興Delta Path 在過去D100啟破前 啟破後 提供了很多技術支援給我們 而且亦都講過 我們通過Delta Path這個系統 可以分母在全世界不同地方聽眾 有一個互動的功能 讓我們可以辦公內 我們可以看公內 我們可以開行的 有的 有 bacter